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2月11日 这是林小和谈投资理财的第474集 现在的职场年轻人应该都是适用新制退休金 而且要满60岁才能开始领年金 虽然可以工作到65岁借零退休 但是你觉得你可以做到60岁吗 现在很多企业都已经二代接班了 他们都很年轻 大概只有30-40岁 他们可以接受自己企业的员工都是一堆老人吗 大家可以去银行看看 除了公家的银行以外 你看有老人坐在柜台吗 你看到的是不是都年轻的 那老人都去哪里了 现在的职场 其实可以套用达尔文的物尽天泽 试着生存的理论 想活下去就要各凭本事 你有没有算过 等你年满60岁后 劳退跟劳保加起来 每个月能领多少 大多数人领的都不会超过3万元 你觉得到时候每个月3万元的年金 你会过得很有忠言吗 如果你对未来没有安全感 也认同要做投资理财的话 那要投资什么 很多人会跟你讲说 要投资这个 投资那个 我认为还是要投资科技基金 比较有爆发力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每股科技基金 只要是3年以上的报酬率 大部分都是正报酬 放3年还付报酬的没有几支 大家可以参考看看 今天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下集再见 下集再见 下集再见